乌克兰军方还表示 俄军对乌冬准备已久的猛烈攻势已经展开了 大量的俄军战车跟坦克现踪 同时俄军持续朝着第二大城卡尔可夫轰炸住宅区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灭火到一半还得要躲避炮火攻击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廷 他则是邀请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到远东地区的太空发射中心视察 受访的时候更扬言 他一定会达成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俄军新一波攻势再起 民众赶紧找地方掩护 俄军集中火力攻打乌克兰东部 持续朝第二大城卡尔可夫轰炸住宅区 一生心血毁于一旦 居民气不成声 进到屋内一看 时不时还有火苗落下 厨房也只剩一片焦黑 消防员到处灭火 疲于奔命 但每天都有新的火场 灭都灭不完 整排涂上Z字的俄军战车跟坦克 现身乌冬盾内此刻 乌克兰军方坦言 俄国对顿巴斯准备已久的猛烈攻势 已经开始 但就在这时 俄罗斯总统普廷邀请好哥们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到远东地区一处太空发射中心视察 两人大秀兄弟情 普廷又一次自称 对乌行动是逼不得已 而且动机高尚 持续大内宣争取支持 才有借口拖长出兵时间 他更自信表示 绝对能达成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似乎铁了心 要俄军在乌东尽快取得明确进展 各位好逼